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成交量是1856亿元 而今天的盤是如何分析 现场为您邀请到两位专家 首先是华信投顾的张大文分析师 张伟好 全国东森导作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是陈一群分析师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台面上的观察先来请教大文老师 好 今天我想东森全国同学 再一次的见证 大户筹码绝对可以事前泄露天机 我想股价未来的涨跌 不是用眼睛去看的 不是用猜的 一定要从筹码结构 去了解到底当下筹码结构 大户是在进货 那当然股价未来还会大涨 但是如果当下 大户的筹码结构是属于出货 那很抱歉 股价未来是要大跌 好 远的不要讲 就拿前两天 我们中华民国所有的防疫概念股 全部 尤其昨天全面涨停 我前两天已经花了很多时间 特别特别 不论是在我们的节目中 甚至早上11点20多分的盘中 东森的连线 一再一再叮咛投资朋友 从整个筹码结构 尤其昨天 还特别在盘中 11点25分的东森盘中连线 还特别剖析 生计股的筹码 是个标准的 一个出货的结构 特别叮咛大家 不要乱碰 再碰要出问题了 我想这个话昨天讲了 可能昨天收盘很多人 还不是很相信 因为昨天收盘生计股 通通又涨停 但是我想我们昨天 不论是盘中连线 苦口婆心 特别从这个高端一也好 这个保龄附警也好 从整个筹码结构 跟大家剖析 是个标准的出货结构 我们先看一下保龄附警 前天K线图就好了 没关系放大 前天爆量三万多张 昨天又两万多张 连续两天工涨停 两天爆量五万多张 是什么意思 像保龄她的股本才七亿 她在外发行的股票 也不过是七千万股 七千万股 但是连续两天 市场居然有高达 五千万股以上的换售量 总共股本也不过七千万股 短短两天居然有五千万股在市场 有人在卖 有人拿出来卖 那你告诉我谁拿出来卖 这都是很夸张的现象 看一下这个高端一也好 昨天还涨停 对不对 大家自己看一下昨天爆量两万多张 两千万股 那我特别用连发科来比喻 连发科看一下 昨天是创新高 挑战前高四亿五 但昨天有没有量 才七八千张 今天也不过是五千多 五六千张 连发科的股本是一百六十亿 是你保龄 是你高端艺的十几倍 二十倍 那人家创新高 成交量只有几千张 那你们一创新高 成交量就是三万张五万张 这什么道理 这是告诉你 像连发科昨天又挑战高点 只有几千张 表示来到高点 没有人在卖股票 大户不会卖 所以今天连发科我们看一下 连发科走势 今天开盘四一八 K线图看一下 连发科今天再创波段性高 对不对 因为人家在上涨的过程中 大户没有卖 我们看一下郁君光三四零六 是不是 这一波 对不对 从三月份破三百买 导播放大一点 半个月前跌到四百二十八 告诉你拉回还是买 你看昨天也是一样挑战高点 成交量也不过一万张 对不对 人家都没有出现爆量 所以今天郁君光 看一下高点五百块 所以昨天还在节目中跟大家讲 郁君光什么时候会看到五百 今天走势郁君光看一下 今天高点就是五百 今天对不对 高端翼走势 今天走势看一下 是不是跌停板 尤其生意股 生计概念股 有一档 康纳香 对不对 大家看一下 先看一下K线图 放大 昨天 昨天工涨停 昨天爆量四万张 今天看一下 走势图 今天开盘就跌停 那我请问你 昨天四万张买了投资人 你今天怎么办 今天康纳香 你连卖都逃都逃不掉 所以为什么我前两天一再叮咛 台股涨了两千五百点 谁还会大涨 你要十分清楚 操作你必须要十分谨慎 纵然今天台股指数还在涨 甚至很快又要挑战 钱高一万一了 但是今天很多生计概念股 昨天有听张老师的话 有听有保费 对不对 有听有保费 有保币 保币 有保佑 所以今天生计股全面重挫 甚至全面跌停 我想这完全 我们在前两天 已经苦口婆心告诉你了 大户出货 未来股价就是大跌 不用怀疑 纵然今天台股指数是涨 今天生计股照样重挫 甚至跌停 所以我想这两天有听话的投资朋友 对不对 我想你周末 对不对 最起码 我们一路看多的欲君光 一路看多的联发哥 今年持续上涨 创破端新高 从前两天苦口婆心 请大家绝对要避开 筹码结构已经是标准的 一个高档出货的动作 在生计股这一块 今天全面的重挫 全面跌停 我想这一点也不意外 这一点也不意外 好不好 所以这再一次给大家见证 大物筹码绝对泄露天机 是不是 但是你必须很冷静的 从专业的角度去研判 你不要说昨天看到生计股 全面还在涨停 你就兴奋了 那怎么办 今天全面跌停 但这个周末不就很难过 对不对 所以我想大家要认真的 回归到筹码结构 好不好 这一路我们跟大家报告了 欲君光 已经跟你讲了 今年是很大的转机 因为过去 苹果的后置镜头 都是大力光独拿 独家享受 欲君光只能出货给苹果 前置镜头 大家晓得前置镜头 就是自拍 对不对 自拍的话数很低 几百万话数 后置镜头 那就是广角对不对 那都是几千万话数 现在是不是 连山宋的S20话数还上亿 所以那个价 单价不能比 所以为什么大力光股价 好几千块 过去对不对 欲君光很可怜几百块 但是从去年第一世纪 他已经正式的 得到了苹果的认证 拿到了后置镜头 这个意义非同小可 这代表他的技术水准 跟大力光 已经是平起平坐 那你大力光能拿的后置镜头 那我欲君光也能拿 那为什么你大力光 股价要好几千块 我就委屈几百块呢 所以我说今年绝对是欲君光 脱胎换股 绝对会有大行情 去年的获利已经冲到 二十几块了 对不对 二月营收还暴增两倍 所以这一路以来 从三月份破三百 告诉你这是黄金 对吧 大减黄金 甚至四月份 拉回四百二十八 告诉你拉回 大户还在买 甚至跟你叮咛股价 在今年这么一个大的转机之下 股价随时还要挑战高点 甚至还要创新高 我想这个话 讲完没多久 昨天四八八 是不是 那昨天我在节目中 还特别特别 考考全国同学 昨天考考你 叫你回答我 是不是 问你欲君光 什么时候会挑战五百 有没有 昨天节目中 还在节目中 特别叮咛大家 欲君光什么时候会攻到五百 让你自己考考自己 今天呢 请你告诉我 五百来了没有 昨天讲的话 今天马上见证 答案就这么简单 不论从298 428 一切拉回都买 今天已经欲君光 让你亲眼看到五百了 答案很简单 一路上来 欲君光始终没有看到大户出货 既然大户没有出货 股价未来涨到哪 是不是 我只送给大家一句话 不要去预设立场 好不好 那这个也一路跟你讲了 欲君光 第一季的营收倍速成长 第一季电子产业人家都东倒西歪 他营收倍速成长 这个道理你难道逻辑还不懂吗 所以为什么一再叮咛你 欲君光大行情 真的 尤其苹果推出的平价手机 最大的受贿者就是欲君光 所以欲君光要涨到哪 是不是 他的目标价 投资朋友一定要知道 一定要知道 好不好 我们也一再的叮咛你 再来联发哥 也是今年我们长线 一直看好的股票 已经一再跟你讲了 5G晶片 好不好 今年绝对大放异彩 所以从破300 甚至半个月前 拉回340块附近 外资你看看 还调降目标较到300 所以这个外资有时候很狠的 他调降了什么道理 这个 对不对 有的时候对不对 此地无银300两 大家去揣测 外资到底为什么要发布这个报告 当天外资调降到300 我当天特别在节目中 甚至东升早盘连线 紧急通告 发紧急令 跟全国投资朋友讲 对不对 当天联发哥大户近活 你不要怕 你不要被外资一个报告 就吓得东倒西歪 我跟你讲大户近货 你不要怕 股价未来还要涨 374 是不是 再来告诉你什么时候挑战400 来了没有 是不是 昨天还告诉你拉回396 还会再攻 415 415 今天不好意思 418 又创波段新高 所以这一波联发科要涨到哪 投资朋友 好不好 联发科要涨到哪 跟上我们的脚步 国据这一次我们从275 是不是 半个月前拉回320 告诉你 发行GDR 套利卖压结束之后 股价还会上攻创新高 结果379 400 5月4号大跌拉回 告诉你大户还在进货 结果有没有大涨 有没有大涨 就连两个礼拜前 320块附近买的人 又是100块 又让你赚100块 当然被动营业短线 稍微拉回整理 涨多了 好不好 拉回400到380到400这个区间 拉回回撤下挡之声 国据后市千万不要看坏 好不好 这是外资给的目标价 大家自己欣赏欣赏 好不好 所以短线拉回这个地方整理整理 后市还是会有一波的上攻的一个操作 联发科国据浴金光会涨到哪 你一定要知道 好不好 台胜科也是我们一路看好 矽晶元 从115 对不对 157 165 看看今天 照样创新高 今年矽晶元 在AI晶片的整个需求带动之下 需求是回升的 所以矽晶元这个产业还是看好的 好不好 再来之前我们跟大家分享的 功率放大去全新 今年在中国大陆全力推动 5G基础建设 所以功率放大去需求是回升的 所以这一波全新也是一样 对不对 公司也买回库藏股 所以从61块 请你一路做多 前两个礼拜拉回81块 倒不过K线我们看一下 前两个礼拜放大一点 拉回81块 我们跟大家讲 拉回80块支撑守得还是不错 所以这种结构大户拉回还在买 随时还有机会再度大涨创新高 随时还会大涨创新高 今天全新真的就大涨了 好不好 又创波段新高 好不好 会涨到哪 也不要预设立场 只要确定大户进货 股价就会涨不停 好不好 再来跟大家分享的 像金像店 这从2月份14 16一路买 半个月前拉回26 告诉你还会攻 因为大户还在进货 结果再创新高 涨了1.4倍 好吧 近期神盾指纹辨识 对不对 这一波AI城市从149 开始大户进货翻多 179 193 200 前天甚至还破200 好 短线 它涨多了 稍微拉回修正 神盾这样的结构 再度拉回180块的附近的支撑 再度的洗盘手稳之后 不排除后市 还会再有一波上工的一个结构 好不好 所以短线上让它拉回整理一下 控控也是一样 Airport 今年苹果第一季的业绩 比预期的好 就是在Airport这一块 卖得相当的不错 Airport 康控就是苹果主要的供应商 三旋围卷的供应商 康控这一波AI城市 从103转多 对不对 攻到了133 创了一个波段的高点 短线拉回让它整理一下 回撤120块附近的支撑 好不好 价跌量缩 大家看像这样的结构 拉回降跌量缩 120块支撑手稳之后 不排除下周 还会有一个上工的结构 好不好 投资朋友 关于联发科 玉金光到底要涨到哪 好不好 大户筹码泄露天机 投资朋友手中持股 有任何的问题 也欢迎赶快 加入我们的Telegram 或是加入我们的Line 我们都会把筹码结构 甚至一个目标价 跟你做一个同步的分享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广告回来继续 请张老师分析 欢迎回到大户筹码论 再把时间交给张老师 好 我们来谈谈台子棋的操作 台子棋123百万超贩 我讲过AI城市大数据时代了 尤其台子棋操作 要由AI城市来计算法人筹码 给你明确的方向时间价位 你就SOP执行操作 对不对 这一波我们从3月5号1500 AI城市全面向下放空操作 当时股票也建议全部卖光 崩了3000点 来到3月19号8500附近 告诉你报复性反弹 全力贩毒大减黄金 一口气2500点 前两个礼拜攻到1万1 已经告诉你了 1万1以上 有没有说 高档的一个重大的压力 爆量2300亿 注意卖压修正 好不好 从4月30号10962转空 礼拜一开盘 崩了又快要500点了 好 从礼拜一跌下来告诉你 10641 AI城市开始转多 甚至昨天开盘8点51 10700附近还是做多 昨天早上10点钟10759还是多 今天一早又是300多点的行情 好 今天大涨之后注意看一下 今天一早9点多 AI城市10935 短空 又回跌了将近80点 来 我们K线看一下 大盘的K线放大一点 上周11012是不是 跌下来 跌了三四百点 今天谈上来又来到了高点 很快又来到了上周的1万1附近了 所以短线上这里1万1要过 不是这么简单的 所以高档开始指数 要懂得一些 多空一些避险的操作 好不好 所以交给AI城市不要去拆 不要去拆 再来 股票方面 一路以来我们跟大家分享的 我们看一下大盘的K线 前两天叮咛大家的生计概念股 再三交代大家千万不要碰 来生计概念股 大家自己亲眼看一下 今天全面重挫 还跌停板 还更有意思的是什么 今天台股还是涨 但生计概念股全面重挫 所以前两天有听我们的话的 我当然恭喜你 是不是 最起码张老师讲话不会乱讲 我们做任何事情 绝对从筹码结构 帮你研判未来 到底是涨还是跌 你要从当下大户到底进货 还出货 对不对 这一路送给大家的郁军光 从298 428告诉你拉回再买 是吧 昨天488告诉你 问问自己 什么时候要来到五字头 昨天还特别丢出这个题目 让你自己好好的思考一下 让你亲眼见证一下 今天郁军光不好意思 五字头他真的来了 五字头他真的来了 来到五字头 你认为郁军光会长到哪里 好不好 郁军光我已经一再跟大家报告 今年绝对是大行情 所以你不要以为五字头 就结束了好不好 所以他的走势 跟生计股是不一样的 好不好 生计股今天全面中挫 郁军光今天再创 颇断了一个高点 除了郁军光之外 联发科也是我们长线 从273 342 一切拉回都是买 好不好 大家也亲眼看到 415 拉回396还是买 今天418 还是一个长线看多的结构 好不好 联发科会涨到哪 这都是投资朋友 要十分注意的事情 国据这一波 从275 321拉回多 对不对 短线涨很多了好不好 从321又涨了100块 高档让他拉回整理整理 让他整理整理 所以下周恐怕还是要拉回400 甚至390这个区间整理整理 量缩整理之后 国据会涨到哪 这个是大摩讲的 大摩都已经目标价搞得这么高了 好不好 所以后世我们当然国据还是拉回整理之后 还是蛮看好的 还是蛮看好的 台胜科今天也是再创新高 全新今天也是很厉害 也是再创一个波段的新高 当然跟他的产业功率放大去的需求 都是一个正相关的关系 好不好 这一波关于联发科也好 国据也好 郁金光 到底未来波段的行情会涨到哪里 好不好 投资朋友一定要了解 一定要掌握 你才不会迷失方向 好不好 前两天呼吁大家筹码开始 大户出货转空的生计股 一再叮咛大家不要乱碰 大家今天恍然大悟 为什么我们昨天要花那么多时间 在生计股上面 好 投资朋友有任何问题 欢迎加入我们的Telegram 或是LINE 任何问题筹码结构 我们都跟你做个解剖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也提醒观众朋友 节目当中的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朋友还需要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风险 祝您操作胜利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